在菲律宾新政府成立后 中方对发展中非友好关系 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 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中方不仅在两国外交部之间建立直接沟通机制 以避免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生误传和误判 还承诺找到妥协并找到解决方案 让菲律宾渔民能够再次在有争议海域的传统渔场捕鱼 但在美国的撑腰下 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也愈发大胆 根据菲律宾通讯社的报道 菲律宾海军司令阿达奇最近前往了南沙群岛 多个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岛屿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 并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建设 在中叶岛、北紫岛和西越岛等多个非法侵占的岛屿上 他进行了巡视 并主持了新楼的剪彩落成仪式 虽然阿达奇海军司令辩称这次行程 并非是为了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是作为一名国家海军司令 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挑衅中国 而在次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卡普尼斯号巡逻舰 与法国海军的普拉里尔号护卫舰 在吕宋岛附近会合一起进行了训练 针对菲律宾方面持续挑衅的行为 我国派遣专员前往菲律宾进行磋商 希望能够安抚局势 3月22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前往菲律宾 参加中非双边磋商机制第七次会议 此次会议中方带来了巨大的善意 在会议开始前 孙卫东表示 我们不应该让具体的分歧来定义我们的双边关系 或者让某些争端阻碍整体合作 但是菲律宾却毫无诚意 不仅为扩大美军在非军事基地极力辩解 还继续纠缠所谓的 中国海警使用军用级激光照射飞方船之事件 导致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 作为对菲律宾勾连美国迫害南海和平的教训 我军从3月24日起在南海相关区域 举行了持续38天的军事训练 直接应对美飞在南海举行的 监盾联合军演和监并监联合军事演习 同时我海警船也继续在中叶岛领海内航行 并首次进入到二海里海域停泊 行使法律赋予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神圣职责 根据马尼拉时报等菲律宾媒体的报道 这两天在中叶岛附近海域出现了更多的中国民兵船 马尼拉时报采访了菲律宾国防和安全专家 后者透露根据他们的自动跟踪系统显示 在中叶岛三岛五海里处 至少发现了7艘中国民兵船 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都位最大的BRP海警船则在附近监视 他还透露 在距离巴拉旺海岸125海里的后藤礁 可以看到15艘中国渔船 数量低于本月早些时候的42艘 但是中国海警5203舰 从昨天开始已经进入到 距中叶岛二海里的海域活动 这一距离相比前段时间的三海里左右明显更近了 并且这次5203舰直接在此处停了下来 与不远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BRP海警船进行对质 后者在距离中叶岛三到五海里的地方 BRP是菲律宾最大的海警船 该行舰是日本海宝国头级巡逻舰的改进型 舰长96.6米 行宽11.5米 行深5.2米 吃水4.3米 满载排水量2600吨 成员为67人 最大航速24节 航程为4000海里 能够携带一架小型舰载直升机 菲律宾进口了两艘 不过该舰没有安装任何武器 战斗力为零 事实上 中国海警任何一艘装备了武器的海警船 都能轻松压制该舰 有一种看法是 菲律宾之所以在中叶岛的基舰如此之差 非法占领了40多年 也只建成了一条极为简陋的跑道和少部分房屋 除了没钱之外 中国海警的严密监视与防备驱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菲律宾为了达到长期非法侵占中叶岛的目的 可谓是绞尽脑汁 除了在中叶岛部署了军队之外 还在中叶岛上移居了400名平民 而且菲律宾最近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那就是将中叶岛变成一个钓鱼和潜水的旅游胜地 前不久专门出动了BRP海警船 搭载了大量所谓的旅游 钓鱼和潜水方面专家登上了中叶岛 这些专家对这个岛如何发展旅游业 进行了研究规划 菲律宾试图通过让大量国外民众登上中叶岛的方式 给国际社会灌输中叶岛属于菲律宾的错误信息 让中叶岛问题国际化 另外菲律宾还和美国勾结 在南海连续举行两场针对中国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甚至公开声称 盾牌军演期间将在距离黄岩岛约185公里海域 使用实弹击沉一艘靶船 进一步军事挑衅中国 菲律宾之所以如此高调挑衅中国 完全是因为菲律宾政府认为 中国为了解决台海问题 必须全力维护南海和平 而这是它可以利用的机会 于是勾连美国给中国用上扬谋 通过各种军事挑衅行为 来逼迫中国做出选择 要么出动军队收复中叶岛 然后整个南海和平局势被彻底打破 美军重返南海 要么中国为了南海稳定 而吞下领土被菲律宾侵占的苦果 不过中国只用了一招 便巧妙地粉碎了菲律宾所谓的阳谋 那就是派海警船在我中叶岛领海范围内实行主权 为什么说这一招能够破解菲律宾的阳谋呢 首先 中叶岛的主权归属是没有争议的 作为一个距离菲律宾本土 最近距离都超过500公里的岛屿 中叶岛 一 不在菲律宾的大陆架上 二 也不是无人岛屿 早在清朝嘉庆年间就有中国渔民常驻该岛 并修建有水景和庙宇 二战被日本侵占 战后也是由中方接收并恢复主权 连中叶岛的名称 也是来自接受舰艇里的中叶舰 无论从法理还是历史上看中叶岛 都是我国领土 之前一直由台士兵把守 1971年的时候 岛上的守军为了躲避极端恶劣的台风天气 暂时离开岛屿 而菲律宾军队也就是看准了这个空档 趁着岛上没有驻军的时候 直接跑到了中叶岛 控制住了岛屿 可以说中叶岛与南海其他有争议的无人岛屿完全不同 我们收复中叶岛完全符合国际法 不怕你菲律宾闹 也正是因为主权归属没有争议 我们派遣海警船去中叶岛领海内巡航 自然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其次因为海警属于政府机构 海警船属于公务船 敏感度没有军舰那么高 简单来说就是派遣海警船不会造成局势失控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海警力量 我国海警的装备不仅在亚洲范围内远远领先 在不计算导弹的前提下 甚至不比南海周边国家的主力军舰差 在与南海周边国家海警船的对抗中 能够占据绝对的优势 最重要的一点 在我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 拒止力量和南海人工岛的支撑下 我国海军在包括整个南海在内的第一岛链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包括美国海军在内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而这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 那就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舰艇 敢在第一岛链内对我们的海警船动武 也正是因为有我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支撑 我们在解决南海岛屿争端时 反而不需要出动军舰 只需要出动海警船就行了 事实上 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频繁的挑衅 已经让南海周边国家彻底看透了 谁才是南海和平的破坏者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在月初访问菲律宾时 强调东盟成员国应团结一致 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 与中国进行沟通 并指出过于强硬的态度 无助于解决南海问题 东盟成员国应该保持冷静 避免跟中国关系紧张化 印尼也曾经表态 东盟应该成为经济增长中心 而不是陷入大国博弈 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 正所谓偷积过程十八米 如今的菲律宾在东盟内部 已经与南海和平破坏者 画上了等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